我听说我婶跟着占地医院 来到平山了 你有机会劝劝她吧 让她回到扶救会工作 她能时常捡着我书 兴许她们的结就能打开 其实我是最希望江书任 能够尽快回到扶救会工作 自从我接手她的工作 一直都觉得很吃力 我会想办法再劝说她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清关难断家务事 这种事情啊 最好还是由她们两个人 亲自沟通会更好一些 团长 政委 咱们在这儿埋伏不会消失了 小鬼子怎么还不来 会不会情报有误 这个情报啊 是咱们县委迪工工部长 赵秋同志传来的 赵秋同志啊做事向来小心 对情报的真伪判断 从来没有错误 这也是中村太郎 在赵秋的饭馆喝醉之后 无意间向属下透露的 说是日本军方 派了一个东京慰慰团 到河北一带慰慰演出 这个慰慰团呀 不仅带有重要物资 而且呢还有歌手 乐师 包括十几名日本妓女 按照计划 到达平山的时间就是今天 我觉得这个情报啊不会有误 咱们再等到 大家都别着急 咱耐心等一会儿 你也欺负我 再这么等下去啊 我都得被蚊子咬死 真别去 你瞪我干啥呀 我顺鱼儿不怕死 我也不怕累 我就觉得没意思 你看看人家平山团这山西 那一仗打下来以后 消灭了一千多鬼子 还有 人家跟着一二零师的主力 直接就打到鬼子的老巢了 一举拿下了七座县城 那铁军的美誉震天下 你这看看咱们 五团 也是平山人的队子 东一郎头西一锤的 能打死几个鬼子 原本的我想着跟着刘书记 干犯大事 是 真的铁军 是啊 我们战胜温柔王的时候 就打起鬼子 现在加入八路军了 还是天天又会抢物资 这到什么时候 才能扬眉妥计 也受加奖了 说得没错 团长 政委 六书记 宋营长说的 的确是很多战士们的精神啊 眼看这平山团 立功受奖 实诚杀伤 大家伙都羡慕我 这要是还没大张党 大家伙都会有情绪的 积极求战是好事 证明大家士气高张 咱们五团成立以来 风风雨雨锻炼到现在 不是怕跟鬼子面对面 而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战绩 我倒觉得 这次也许是个战绩啊 你们想啊 就这个日本温温团 一到了平山 依照日本人的德行 那些日本军官 肯定会 着急地聚集在一起 花天酒地玩女人 我看 咱们就趁这个机会 今天晚上夜席 咱们攻打县城 刘书记 这个办法好 我们可以挑一些 枪法好 武功高强的小分队 袭击他们的聚会场所 先干掉几个日本军官 让他们春龙无首 我去啊 谁都不要给我争啊 刘书记 我让他们牡丹花下 死捉鬼都分给你 慢点慢点 鬼子来了 团长 接不接 对 抢物资不急这一回 攻打县城这机会 可遇不可求啊 远远的 我就瞅见鬼头了 马上就到了 大家都别动 您别好 放她们过去 放他们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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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城里边现在驻扎着 拥有重武器的羽田大队 还有红二字带领的五百多伪军 就算咱们趁机拿下县城 以咱们的兵力呀很难守得住 所以我觉得此次战斗的目标呢 主要是干掉东京问问团 还有驻守平山的日军军官 再有机会 能够把关在县城监狱里的 把咱们的同志给救出来 那就太好了 如果能做到这一些 此战足矣 闻瑶 刘书记一向所事谨慎 我觉得他这个计划可行 好 那就这么定 刘团长 既然这么定了 就让我们县委来对付红二字 我们县委供给科的科长刘正杰同志 对县城极其熟悉 我们呢可以先化妆潜入县城 然后找到红二字 把他给抓住作为人质 这样就足以瓦解北军了 好主意 刘团长 鬼子俱乐部 是用原先的剧院改造的 那儿的地形我已经摸清楚 晚上的时候撑着天黑 我带着几个高鼠摸麻进去 先杀几个鬼子的军官 少乱他们军心 好 如果你们两路行动成功 守城温的鬼子 势必开始慌了 这时候我和政委带着主力强攻 咱们一举拿下县城 刘师姐 郑杰搞到皇上的家的地图了吗 他说呀他会有更好的办法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老朋友 渔福 二姐 这 这不合适啊 这 有什么不合适的 真 来来 坐坐坐 我 坐 坐 小六 这话说回来 你跟了我要十几年了吧 是 赴汤蹈火 放心 这个面我给你做足了啊 这 就在我房间里办 就完了 二爷 我 谢谢 谢谢二爷 我打算想跪的 我 拼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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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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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着投手的伪军兄弟 偷偷潜入进局即可 生意也不逼得太多 以免呢让守卫看出破绽 剩下的人 就在门口等待接应 我给大家准备了伪军的衣服 好 天黑以后 听我的命令行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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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有急事要见二爷 抓了一个八路内刑人 这不是 恒春要护掌柜的吗 我说怎么没看见你 原来是被人抓 快点 叫你的人 在这儿守着 以免别人喜悲 你们两个在这边守着 其他人我进去 走 走 这个就是红儿子的寝室 行 我知道了 你免去那边守着 正洁 天黑 跟我来 是 走 别动 别动 你别动 你别动 别动啊 怎么是你啊 红儿子呢 我媳妇过来看我 二爷 不不不 红儿子 他为了给我长面子 特意 让我住他房间 先拿他做人质 各位 八路大爷 你犯了我 就是我死了 他要不回大回事 你犯了 说这红儿子 一定还在这儿院子里 咱们接着搜 行 你 带着我们去找红儿子 快点 保安队 保安队 王军这儿出事儿了 我去看看 管了 报告 快撤 撤 快撤 好 走 住手 刘主机 我们那边出了屁了 没有抓着花儿子 你那边怎么样 刘主机 我也没有完成任务 让于田正南那狗人的给逃跑啊 他们大部队来了 把我们堵了 我也是拼了命才出来 那赶紧撤吧 再往来不及了 好 咱们好像被包围了 我看见了 刘主机 我当了这么久的案件 让我赎个罪吧 我掩护你们 什么 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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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夫你回来 那不是御夫吗 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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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小鬼子 公子 老大 昨天晚上吐巴鲁 偷袭了你的家 还摸到了你的卧室 是是 你是怎么逃脱的呀 说来也巧 昨天哪 这小六的媳妇啊 从乡下到县城里来看她 小六跟我也十几年了 怎么着我也得照顾照顾她 所以啊 我就把我那卧房啊 让给小六和媳妇住了 没想到昨天晚上 这拔鹿来了 摸到我的卧房 没找到我 一枪就把小六给打死了 真是挺险的呀 这也是我平常 积德行善的结果 俗话说得好 好心有好抱吗 小六子现在死了 保安队 也不能没有人负责 是是 那就 拜托洪桑了 好 等找到合适的人选 再换吧 好 好 大军 我听说昨天晚上您也有惊无险了一下 昨天 八路袭击俱乐部的时候 我多喝了几杯 正好去上厕所 就 逃过了这次袭击 中三太监 中国友谊居俱乐部 俗话说得好 叫这个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您这后福 您这后福大大的呀 您这升官发财是大大的呀 好了 我又不想听你拍马屁 这次八路的偷袭 暴露了我们防守的薄弱 是 一只 只有长矛大刀和手榴弹的土拔鹿 既然插底攻下了我们重兵防守的平山县城 是啊 而且接应了几个土拔鹿 最后 我还逃跑了 如果土拔鹿应有重武器 那么平山县城就不保了 是是是 这五团也实在太彪悍了 这比起咱们在那洪州镇和咱们作对的平山团 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万为喽 我不想听你赞扰敌人 我要的是办法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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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您想想 为什么我们会失手 依我看 不是八路厉害 而是我们呀 这个防守啊 松懈了 才使这八路有机可乘 我觉得 从今天晚上开始 在森龙派兵轮班 轮班把守 紧紧地盯着外团 只要拔鹿一来 我们就开枪 这些土拔鹿一门大炮都没有 我们就这么防守 这些土豹子 吃不了兜着走 是 有喜 有喜 那就让黄军和保安队一起防守 各自防守城墙和城主 是 每天 每天加四半卡 严密防守 绝不能再有守护了 是 太军 你太英明了 我马上去办 一个武团是不是不想打小仗 只想打大仗啊 聂司令员 这次攻打县城失败 我负全责 由于 我对鬼子的情况 估计不足 筹划不足 害得那么多同志牺牲 我检讨 我愿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 不 聂司令 应该处理我 聂司令 这个攻打县城呢 是我的建议 我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而且呢 对敌我力量的悬殊 这个估计不足 我应该负全部责任 聂司令 作为政委 我没有及时疏解 大家急躁冒进的情绪 反而跟着推波助澜 责任在我 好 那个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行了 行了 你们三个是不是以为 抢责担责任 这事情就算解决了 筹划不足 是不是要好好再筹划一下 等着下一次再打一个大仗 聂司令 同志们啊 你们的思想不对头啊 有一笔账 不知道你们算没算过 我们全编区一共多少个线 二百个 对吧 假如每个线每一天打死一个鬼子 一个月下百是多少 六千 相当于是口一个女团 你们想打大仗 无非就是认为打大仗可以击毙更多的规则 对不对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部队一个主力团一定能打几个大仗 照这样下去 一个团击毙的规则还不如几百人的游击队 不错 不错 日军虽然作战强悍 可他们毕竟鬼兔狭小 人口有限 我们要想最终战胜敌人赢得战争 就要坚持毛主席的方针 跟鬼子大邮寄战 大消耗战 大持久战 这次战斗 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他也再次提醒我们 打大仗 立大功 这种思想 万万要不得 是 聂岑队员 我们明白了 回去以后 我们一定改编战术 完善各种游击战 以多杀鬼则为目的 聂岑队员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跟战士们 算算这笔仗 让大家正确理解 游击战的重要性 我去做好 部队和民主政府的协校工作 让舞团和游击队 充分地密切配合 争取多打游击战 再也不 贪力大功 打大仗了 同志们哪 帝国主义的武器 其实算不得什么 不可怕 那些东西 机器一转就转出来了 但是机器转不出来 暂时 人 只有人才是战争中 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们一定要 真心地爱抚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不要动不动就轻易跟鬼子 去力拼 死拼 跟他们拼命 我们要学会 机晓胜为大胜 机晓胜为大胜 聂司令 我马上把您这种思想 传达给平山县北 机晓胜为大胜 没错 这个呀 就是毛主席论持久战 战术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聂司令啊 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说这四分区二团 直属联的指导员 段兴国 有一次呢 带着六个人去侦查 发现啊 这鬼子 正在压着老百姓 修炮楼呢 而且呢 还抢那民服的饭吃 段兴国他们几个人啊 一看 马上就一起开枪 当时就撂倒了四个鬼子 其他的小鬼子 一看情况不妙 扭头就往炮楼里边跑 他们一边追一边打 又撂倒了一个 聂司令说呀 别小看这种灵打碎敲 这全边区啊 二百多个县 如果每天 都能发生一次 这样的战斗的话 你们想想 这一年下了 都用不了一年 就能够消灭鬼子一个旅团呢 这仗还真是不金算 一算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可不是嘛 这个我明白了 这跟居家过热的一样啊 技巧成多 没错 聂司令说了 咱们现在呀 要广泛地开展游击战 段兴国这种战术战 咱们值得推广 一定要摒弃啊 一心直想打大仗的心理 咱们要全面地开展游击战 对了 那聂司令啊 还给我举个一例子 说的咱们平山下边的那个民兵 反扫荡的时候啊 他们把这个山上的石头 都凿了一个眼儿 里边搁上炸药 放在小鬼子的必经之路 然后呢 扎了好多的稻草人 他们都放在了山上 这小鬼子从这儿一过 石头雷一炸 小鬼子一看啊 满山遍野都是人 以为啊 是中了大部队的阻击呢 急忙架击完枪要架上炮 一顿地把山上猛空啊 等他们费了好大劲 攻上山一看啊 全都是盗草人 这办法好啊 不算一兵一卒 就把鬼子折腾了半天 是啊 反正呢 聂司令已经指示了 咱们平山县北 平山县游击队 要配合好武团 打好游击战 好好 一人 四郎 负责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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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鸟子 还想偷袭老子 遇上你宋爷爷 犯你倒霉 西风追 天气凉 伙伴队员上战场 拿上炸弹和快枪 集击敌人势难党 你一刀 我一枪 日本毁自高老阳 我们开展游击战 毁自日夜新发火 麻雀战战果 六月份 麻雀战战果公布 击毙日军三十六人 伪军四十三人 端掉炮楼两个 缴货粮食三千多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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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叔弟 你看看 咱们军民合作 战果喜人 这聂司令啊 给咱们这种战术 启明麻雀战 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你看那麻雀吃神的时候啊 它是捉一口就跑 就像咱们搞伏击打冷枪 干掉几个小鬼子 他们扭头就走了 让他们呀 连人也都握不着 而且这麻雀啊 一直是叽叽善善地叫不停 这足以让小鬼子心神不定 寝室安安 经过这一段时间 咱们搞麻雀战 这小鬼子啊 整天归宿在炮楼里边 连散步都不敢出来 生怕呀 被咱们的冷枪敲了脑袋 没错 没错 这个麻雀战的目的 除了歼灭鬼子的 有生力量之外 再有就是 让他们草木皆兵 既不能安安生生地活着 更不能让他们 顺顺利利地行军 总之 咱们要让他们 时刻提心吊胆 战战兢兢 要慢慢地消灭他们的 有生力量 这麻雀战的效果呀 出奇地好 这比跟小鬼子 硬碰硬地打一场歼灭战 还能打击他们的士气 这麻雀战 再次证明了毛主席 论持久战的正确性 和前瞻性 是啊 是啊 咱们走 好 旅长 事部命令 咱们三五九旅 除了将一部分留在恒山 组成燕美支队 坚持游击战以外 主力部队分批赶赴山北 创传我的命令 七一七团 七一八团 一天之内集结完毕 所有复山北 七一九团留在静察级 接到我的命令之后 再复山北 是 老陆 你还记得 两年前那个晚上吗 我们刚到平山的景景 我可是历历在目 现如今一眨眼 两年就过去了 咱们的战事 从平山到了山西 从陌生到了熟悉 从背井离乡 到 把这儿当家 战火风烟中 乡亲们的土炕 吃多么温暖 乡亲们的小米粥 是多么的香甜 现在 咱们都要走了 是啊 时间久了 就把这儿当成家了 真不想离开啊 这两年多了 时时刻刻的 都能感受到 太行山人民的 质补和善良 老人哪 太行山人民 可是咱们八路 克敌制胜的 坚强后盾啊 是啊 咱们平山团的小伙子们 早就把这儿 当成第二故乡了 可是 不想走也得走啊 咱们当兵的 就是漂泊不定 哪儿有仗 咱们就去哪儿 可何况 这次咱们的任务 光荣而紧迫 行吧 咱们赶紧走了 乡亲们哪 还要给我们送刑呢 嗯 大娘 您呀 小声点 团呀 咱们 新闻 证 给你 是 新闻 帮 可以 是用来夹头发的 男儿要是夹啥 一定会很好看 嗯 来 叔叔给你夹啥 叔叔 我好看吗 好看 哎 你们说好看吗 好看 哎 你们说好看吗 哎 你们说好看吗 好看 哎 哎 来 出发时间要到了 我现在就得走了 叔叔 叔叔 你要走了 我不要你走 我不要你走 兰儿 别闹 叔叔还有事呢 我就是不让叔叔走 好 兰儿 散手 大叔 别呵斥他 兰儿 叔叔还有事要去办呢 要不 兰儿跟叔叔一起去 嗯 叔叔那地方有点冷 要多穿衣服 要不 你回去拿件棉袄 叔叔在这儿等你 好 叔叔 你等着我 哎 大叔大婶 我真的得走了 一会儿 拿着他要是哭的话 你们千万别呵斥他 就说我啊 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是 陆团长 我们记住了 陆团长 这个你拿着路上吃啊 大嫂 不用了 你就拿着吧 不不不 真的不用了 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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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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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小心啊 白癡啊 快去那儿带着路上吃啊 都带着啊 带着吧 拿着吧 别急啊 你回去吧 拿着吧 拿着吧 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啊 保重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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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乡亲们 都回去吧 我们啊 还会再回来的 保重 保重啊 回去吧 再见 乡亲们 再见 保重 叔叔 你骗人 叔叔 你骗了我 你说要带我走的 你骗人 叔叔 你骗人 你骗人 你骗了我 叔叔 你骗人 叔叔 叔叔 路上小心 今天咱们重点讲一下 小分队作战时的 巷战之强 巷战和上次讲的阵地战 大有不同 在巷战中 咱们无论是攻是手 都要充分地利用地形 组织射杀火力 要使每一条街道 每一堵墙 哪怕是每一棵树 对我 往上 征元 你给我过来一下 成为射杀敌人的利剑 有一点我想提醒 在巷战里 正月啊 屏山团不要我们 这哪能啊 就怕你多想 没有心思再继续学习下去 屏山团的陆团长任政委 以团部的名义 给咱们二分校发来了电报 希望我们能严格地监督你 让你务必完成许业 真恨不得马上赶上部队 这仗啊可不是一天两天 说打就能打完呢 现在日尾完勾结得 是越来越明显了 你们屏山团 以后有的是硬仗 和恶仗要打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既然咱们在学校 就要把功课学扎实了 以后回了部队 带领同志们 才能打大仗 打胜仗 打好仗不是 记住了没有 我想回山团 去吧 去吧 好好上个 接下来的中期大讨伐 是 藤原少将 独立昏星大八両 一起进行 他们是以牛刀战術 以至于 亚仗的八両 相当 好 老师 师长 你也是可以来啊 好 好 好 董事长 你们一二零四十步 能够搬到金钻基边 去来 真是太好了 只是啊 毛着这么大的雨长途吧涉 太辛苦了 来来 坐坐坐 坐 李子灵啊 你们辛苦啊 连任阴雨 平山林寿等几个县 又发生泥石流 你们便去政府和军区军民 要忙得救灾 要时刻紧接鬼子 是啊 自从鬼子独立混成第八旅团 驻扎在林秋县城以来 半个月了 一直就没有东京 越是南京就越是危险啊 根据我们的情报 敌人很可能最近对济西地区 有所行动 现在整个军区的军民 全部都在全力救灾 我正在发愁 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警戒啊 国师长 你们一二零师父 现在能够过来 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不光是师父啊 我们师除了三五九旅 一方走的两个团 其余主力全部集结在周边 我正愁着鬼子 不来勤奋金刹剧边区呢 贺市长真是豪气不改当年 就这样 一旦日军来犯 请贺市长全权指挥战斗 金刹剧边区的部队 任凭你调遣 谢谢聂子林的信任 你可来了 姚团长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坐坐 我跟你说啊 今年啊 这个雨水大了 泥石流呢 来得比较猛 我带着县里的几个同志啊 这一上午跑了好几个村子 受灾的乡亲们呀 都得到土上安置了 你们两个招看什么 你来看 这是慈喻队 聂司令给武团的任务 就是驻守慈喻队 对石家庄方向进行警戒 现在武团的大部分兵力 都在救灾 我和政委呢 商量了一下 咱们平山县县委 能不能抽调一部分兵力 配合我们在慈喻阵的警戒任务 是啊 这个没问题 我回去就可以安排 但是啊 在深山里边救灾啊 就算发现敌情的话 这个慈喻阵呢 离咱们就这么远 很难第一时间把这个情报 传递过来啊 刘书记 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 慈喻阵一旦发现敌情 不是向我们报告 而是第一时间赶往附近的 零售县坛庄 向驻守在那里的七一九团 张忠汉团长报告 七一九团 对啊 三五九旅 不要全部移方陕北吗 没错 不过啊 是分批揍 七一九团还在 就驻守在零售县的坛庄 我明白了 关键的时候啊 打破建制 是 慈喻阵离坛庄 非常的近 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是啊 那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让开关を daughters 先来 坐下 无法 先来 快 只耳нев 是 Stamp 漫 算 吃 喂 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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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龙 老龙 有一道鬼子已经上来了 娘子 看来今天走不了啊 给他们打 打 放手 走 放手 放手 走 放手